现场采访一下 没有剧本了 作为一个二手车的小跟班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弟弟 这 亏钱 你个大骗子 看见没兄弟们 二手车饭的哪有他妈 口 口吐 我们都快口吐喷房了 二手车饭的他哪有老实的 真亏钱啊 你就说跟了我之后 跟了你这个少亏一点啊 该挣的还是挣啊兄弟们 你个月现在一个捆多有吗 两个捆多好的时候 上个月两个捆多吧 眼底 那平时就一个捆多呗 这就是我现在手底下的重器 左膀右臂一样的人物 福建小诚 这小子兄弟们 找车员比我都厉害 嘎嘎能找车员 但是呢卖车还不行 反正作为二手车 这个行业里的人 树叶有专攻兄弟们 然后娃娃算一个另类 我也不是靠这个吃饭的吉士 就把二手车和修理厂当成一个爱好 主要是我自己玩的车也多 你们可能听起来不信 但是我时常我跟你们讲 买二手车别找我多在本地看一看 或者是找别人那看一看 车这个东西哪都有 我手里的不一定都是好东西 对吧世界这么大 对不对 你别光找我 你知道为什么我跟大伙说 你买车你多找地方看一看 对不对 然后呢本地多找一找 你因为有些东西你看到之后 你真正放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这台车到底怎么样 到底你满不满意 你像我卖车的时候 很多人接到车之后就是 感觉跟心理预期不相符 这种事情时常发生 可能十台车里边有一个 可能有两个 就是啥呢 就是可能你们通过网络 认识了我之后或者是认识了这些车型 你感觉这个车符合你自己你喜欢 大哥哥 然后你感觉这车你必须拿下 拿下之后你能开心到起飞 但是你通过网络看到的东西 你就像听小说一样 你幻想中的东西 往往都是你往好了想 就是你没看到你喜欢的事物 你都是往好了想 但是你对他期望越大 你等接到他的时候 你肯定会略感失望 感觉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完美 那么beautiful呢 因为二手车的东西它不可控 因为是二手 别人可能开过 别人可能用过的东西 你再拿回来之后 是比新车便宜 但是再好它也是个二手车 你说如果我不差钱 我肯定抬抬都买新车 但是没那条件 那只能咱就选二手的呗 是不是 图个性价比 图个便宜 图个这个车挺惨的 我之前喜欢现在买不到了 对不对都有可能 但是还是回归现实为主 车也好 任何东西 只要是在网络上 这个东西 你是看不透的 因为你看到的东西都是 我们拍出来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是不是这么个脸 我们可能拍你们不想看到的吗 我们拍出来的东西 肯定是让你看到之后 让你开心 或者是感觉值得 感觉得劲 让你们一顿点赞 要不然拍出来干啥 我拍个你们不喜欢的东西 拍出来让你们骂我吗 那不现实吧 是不是 你就有时候进行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说吧 网络世界很虚拟 还是回归现实中 我可能跟你们说 别找我买车这句话 有的人觉得你这人可能说反话 你越这么说别人越找你买车 其实并不是 我是真心想让你们去别的地方看一看 为什么 因为我做到现在的话 我已经产生一个圈子了 我这个圈子的人 我现在都接待不过来 就够我 挣点零花钱花一花的了 我本身我也不差 马内 兄弟们 我主业它不是二手车 我只不过是爱好这个 对不对 拿出来点时间给你们淘汰车 挣点你们兜里的钱 我挺舒服 但是这个圈子已经形成了之后 别人在一起来之后 只会让我越来越忙 只会让我 对原来的圈子的服务 直线下降 明白啥意思吗 兄弟们 就是人多了并不好 只要是把这个圈子维护好 我本身这么体谅客户有了 我把他们照顾好 我现在就能挣钱挣得很舒服 你不是人多多益算 买车的人越多越好 你精力是有限的兄弟们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我现在包括后台的回复 评论区的回复 都是我来回复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用完了 你说这些时间再挤一挤 再给别人圈进来 再圈你们的钱 圈这么多人 我最后服务质量下去之后 炸雷了 又得擦屁股 你说何苦呢 所以说人有的时候学会知足 知足常乐嘛 知足才能常乐 才能经常愉悦 经常开心笑出来 所以吧 我满足了 我这个圈子 基本上转介绍也好 或者是老客户回头置换也好 就够用了 其实二手车圈子并不大 有的人其实想做一个生意 想做的特别大 没有必要 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二手车 或者是你现在当下的生意做一辈子 你又早晚都有换行业的时候 对不对 我这个人呢 二手车就是副业 对吧 其他主业的话 我就不说了 可能有的人停了 就不是那么太好 就感觉你这人 不是啥正常行业呀 放心兄弟们 我不是卖屁股的 我也不是男属性模特 反正我其他主业 老粉丝可能有了解过的啊 也有知道的 但是我主要是拍视频 跟你们聊聊天 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因为喜欢我 每天看评论的时候也挺逗 对不对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很少有人喷我 但是喷我的人吧 也有 就是把键盘当有门的 反正网络这个东西 无论你做的多好 他都有人说你不好 因为你们懂 你们可能懂 可能是有的人见不得你好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同行过来挤回你 他都有可能 但是我认识的同行里边 这个圈子里边的话 我感觉我做人还行 对吧 别人最起码见到我时候笑脸相迎 去我吃饭 安排我这安排我那的 你正常处的关系不好的话 谁搭理你 对吧 人和人之间相处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我已经有这个圈子了 这个圈子现在特别融洽 选择客户其实很重要 其实我跟你们讲一下啊 就是你无论做什么生意 你选择客户很重要 你可以因为这一单 跟他作为朋友之后 慢慢就相处的来了 就无话不讲 是不是我刚收了这台车 他之前在我这买了车 平时我俩也聊天 聊的挺好 啥都闹 然后他说这车多钱 能给我 是不是那我必挣你一万 他也乐呵呵的啊 你少挣点行不行 那我挣你两万 对不对 他可能就我俩半开玩笑的 这台车就成交了 其实最后能挣多少 你随意 对不对 你肯定是不能让我吃亏 毕竟咱俩是朋友 如果他能让你吃亏的话 这种朋友咱就不交吧 礼尚往来 人和人都是平等的 我凭什么不挣钱卖给你车呢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个脸 为什么回馈都让我吃亏呢 所以 对方 是不是好人 就取决于 不是让你挣多少钱 而是让你多舒服 让你心里多得劲 可能他让我挣五千 他跟我落伙磕 开几句玩笑 对吧 没事吃吃饭 请我吃个饭 或者晚上去洗个澡 吃个果盘啥的 那太开心了兄弟们 对吧 所以说当朋友处的话 钱就很好赚 但是 假设你碰到了一些不良朋友 不良客户 低了脑瓜子就跟你砍价 你感觉你一分钱没挣他的时候 他都感觉你挣他钱了 这种人 咱就不要浪费时间 人活在一辈子 很短暂 你交的客户也好 朋友也好 他都是有数的 你把这个时间 合理运用在对你好的人 或者是你想对他好的人身上 才最重要 我相信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的是我对他100个好 他对我80分好 那就ok了 就很舒服了 兄弟们 往往咱们做生意的结果 为了什么 挣钱对吧 但是挣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让自己开心 我开心了 挣不挣钱 最后就无所谓了 往往你把你自己的爱好 或者是你把你的事业 钱他还是追着你后皮眼的啊 跟着你来 你别不信 因为我现在做到了 做的还很舒服 其实今天说这么些吧 可能也是因为我懒了 可能也是因为有客户基础了 可能也是因为不差钱了 钱也认够了 说的一些话 希望这期播完之后 咱们还能当朋友 反正我说的也都是我稀里话 实话实说 也没什么可以瞒的 毕竟现在这年头 你能看到真实的东西 好像并不多 对不对 慢慢处啊 处不好 你自己找原因 为啥跟我处不好 下课明天见 拜拜兄弟们